其實這也是他表現的一個方式 既然他是老宅 你就要認清楚說 他的體質就像一個老人一樣 那我們就是要去面對他 跟他相處 小舊格樓嗎? 他可以讓我體驗到很多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餐飲業、營業時間大部分也在9個小時、10個小時 但是我們就是把咖啡、甜點、餐、調酒 把它放在一家店 其實是很少人願意這麼做 因為他要投入很大量的時間跟精神去執行 像我們一開始 酒吧本來就不是主要宣傳 但是我們就是默默地做 那大部分的客人 他知道說你營業時間那麼晚 可能到1點、2點 然後他就來 他來不是為了喝酒 他來是喝咖啡、吃甜點、喝奶茶 所以說當初在酒吧經營上就會比較辛苦 其實我在中立地區繞很久 就是長騎腳踏車嘛 然後就在中立市區繞很久 然後外面繞一圈其實繞了一年半吧 可是每一次都會繞到這邊的步道 從這邊步道再沿著步道騎回家 然後其實看這邊看很多次 可是那時候這裡環境其實很不好 直到真的覺得說中立地區 好像真的沒有自己喜歡的那種環境的時候 然後就想說啊反正也找不到就最後來看看 然後我就一進來 然後這樣繞一圈 就覺得說 欸 這裡 好像可以 做很多事情 就不是單單的 比如說一間酒吧 或是一間咖啡廳啊 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哇太多問題了 就例如說 我們現在拍攝這邊 這一層樓 漏水的地方就很多 像那邊 這個牆後面 啊 早期是有一顆榕樹 好家在是說它沒有破壞到安全的那個樑柱 它只有破壞到牆 然後你永遠不知道說它根到底延伸到哪裡 所以你就要一直挖 一直挖一直挖 挖到 欸 看起來根沒有侵入到這裡的時候才能停 你剛才看到的四樓 它的屋頂 可以透光嘛 它可以透光 所以說 漏水很嚴重 它在修補的時候 又有困難 因為它裡面的鋼琴也已經變形跟老化 然後還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地方 老宅就這樣 你已經修好 但是一個地震 它可能裡面又裂了你看不到 但只有說下雨 你之後下雨它才會跟你反應說 喔 這邊裂了 每個世代對舊物的定義不一樣 可能對年輕人來說 iPhone4是它的舊物 可是對我們來說可能是Nokia 3310 對就是說 每個世代定義都不一樣 像我看過現在的師傅想要去仿造那種 因為現在流行復古嘛 所以像有些地方他會想去仿造說 他會去做一個馬賽克史穿 他可能已經用很好的東西了 但是以我們這些喜歡老物喜歡舊物的人去看那裡 就覺得說那裡怪怪 因為以前人的美感跟我們現在的美感是不太一樣 以前人做的東西 在當時可能不是這麼多人喜歡 可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 再回頭去看他們設計的東西 哇 以前怎麼那麼厲害 因緣際會是一次去了美國 你就不會看到他們要刻意營造 一間什麼韓式風格啊 他們會把他們美式文化做得很經典 因為這就是他們國家文化 從早期1920年進九令時代傳承下來 他們不會刻意把店裝行得太不是美式文化 可能你在那邊開一個韓式酒吧 可能去了之後韓國人吧 那其實說回到台灣 就是說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跟我們最接近的就是老宅 因為這就是早期台灣人留下來的工藝、美感、智慧 所以我覺得說 我就想要把台灣的文化把它去裝點 但是它還是要有台灣的文化 不能把老宅變韓國風這樣 就像是一般的文化 開店之前 其實我是蠻不了解喝咖啡的心情 喝咖啡的人 可能他需要一個自覺很飽和的空間 像我們這邊就是比較大面窗 所以它的採光很好 然後你就一進來這空間 他就覺得喝咖啡很開心 如果陰天我們就會開 為了陰天而去設計的光 那黃昏的話 我們就會慢慢該把燈都亮起來 然後就看起來 比較溫暖 你就覺得說 你上班上了一整天 最重要最放鬆的一餐就是晚餐 所以說就會 吃起來就會比較放鬆 晚上當然喝酒的人心情 我是覺得說 他需要隱私感跟放鬆 喝酒 所以說我們的光就會調比較暖暗一點 就從客人的角度去感受說 什麼時間點 他要什麼光 然後他會給客人什麼情緒 當然是說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中壢就這麼無聊 那其實中壢其實沒那麼無聊啦 他有很多文化 例如說龍岡 所以但是那些都是有文化 就希望不要讓人家覺得中壢這麼無聊 還是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你想幹嘛的時候 你都可以在中壢找到 你要的 早期我最常聽到一句話就是說 喝酒就要跑台北 但其實 有時候我都會去灌輸客人的想法說 其實中壢很厲害為什麼 因為很多小老師都是從台北回來 所以說 你在這邊喝 第一CP值一定比在台北還高 我們都很了解說那個差別 不需要大勞員跑到台北 然後坐計程車回來 所以你說在中壢喝酒也是很省錢